好,读写Google试算表 我们在OSEP的扩充模组里面 有一个叫做读写Google试算表 那这边积木很多 那建议开始使用有带信号的这一块 那首先你要 有Google试算表 我们在试算表上面,假设我们这是我们一般的试算表 请你选择共用 共用的话一般 你只要读的话 他只需要有解释的功能就可以 如果你要写入的时候你就要给他编辑的选线 解释就可以,复制连结 完成 好,就把这个连结 贴在这里 贴近 第二个就是 要工作表的名称 这个工作表我们现在是目标 所以你把它复制起来 一样贴近来这里 好,那我们把这个值读出来 读出来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储存格 如果你是一个储存格的话 你可以指定某一个储存格的值 如果你要读一串的话 可以使用这一个积木 从某一点到某一点的 资料 一个区块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只读某一个值 所以我们就直接读出来之后让他说 那这个储存格是在哪里 我们像这里 这个储存格是第四列 第三 第三蓝 第四列 所以 我们这个是要输入 第三蓝 蓝是第三蓝 第四列 好,我们按执行 好,来讲这是host 那如果我们改变这个值的话 我们改成这个 dog1 执行 这样他就可以读出某一个 试算表的储存格的值 然后 你可以在这里面 使用你读出来的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